谈谈,禁锋页1772 Haffey是来的 他说他99元的时候沽清了 现在想买回 请问你怎样看公司的前景? 公司前景乐观 因为你始终新能源汽车 将会成为环球主流的汽车 亦见到内地在减碳方面 亦定了一些目标 就是2030年和2060年 这些比较长远一点的年份数字 来逐步做一个减碳的动作 所以对应禁锋利业做电池 所以受惠机会是很大的 只不过要留意 近期来说整个港股的投资资金 未必不断充远 近期禁锋利业 又不是有很多消息 所以现价去吸纳 我自己觉得风险不是很大 但短期有一个很大的爆发力 例如股价要弹上去 110元甚至120元 我相信机会未必是这么高 暂时可以看看 如果在现在95元以下吸纳的话 股价表现有机会可以到102-105元 如果你觉得大约1成的潜在升高 都吸引 那是现价可以吸纳的 不好